吉安湘光华河岸自行车步道 从民国100年就由湘工所建设完成后 就深受民众的喜爱 高频率的使用加上环境因素影响 步道的使用这个设施已经出现了多处的受损 因此吉安湘工所是积极地向行政院 来争取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也获得了补助650万元的预算 希望能够提升整体的自行车补道安全 吉安湘光华河岸自行车步道 仅临花莲西出海口 向北通往花莲市向南则是连接着受风向 其中回南湾及国家及湿地 更是地方一大特色 深受邻近乡亲及国内外朋友喜爱 但自行车步道从民国100年 由吉安湘工所建设完成后 就因为高频率的使用 加上领海环境等因素影响 步道设施已经有多处出现损毁 因此吉安湘工所则积极向行政院争取 华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获得补助650万元预算 乡长跟我提到这件事情不是一天两天的 那我们当然在中央方面 积极来帮吉安湘来争取 尤其这有关系到整个乡民 跟整个花园市相关居民的休闲去处 还有安全问题 尤其安全问题我想这方面我们要特别注重 所以看到整个路面都是高使用之后的摩擦 然后造就成整个路面上面的一个毁损状况 所以这次在整个工程建构上面 我们要来做PO的1.5公里长的这样的一个修复以外 整个的我们的所有的护栏也来做更新 那除此之外也建立了更适性 更容易辨识的这样的一个标示牌 来提醒我们所谓的乡亲 告知我们所属的位置 跟未来他可以进行怎样的一个休闲性的运动活动 那这周边还有什么样的可以让他们去做休闲旅游的地方 我相信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在多次的反应我们乡公所积极的协助之下 争取了这笔光华河岸的自营车修缠的工程 那也将近650万的改善 那可以带动我们捷安相及光华村的乡亲 在这个周界范围内的休闲运动 我想光华村除了工业跟农业的一个发展区块 结合地方的地形特色 让地方光华村民能够共同享受 享有这个观光事业的一个发展跟潜力 这项计划还在招标工程阶段 设计内容包括步道栏杆及指标系统建置更新修复等等 总计划长度约1.5公里 预计会在9月份后开工 施工期程大约需要90天 如果顺利 乡亲朋友们在年底之前 就能见到光华河岸自行车步道的全新面貌 记者许丽琴吉安相报导